HELLO 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周星期日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之前看了奧義柔道比賽 感覺好自欺好興奮啊 突然好想要好好學柔道來一場一對一的PK賽啊 不過現在的我正在 大家趕快來集個氣 拿個平民版的金牌吧 那我們看一下本周有什麼遊戲上市吧 《天地劫》 幽城在林是由研發團隊 Blackjack 工作室最新立作 《天地劫》改編的手機遊戲新作 而《天地劫》是韓唐之作的武俠遊戲 堪稱是當年的RPG神作 而遊戲是系列官方正統續作 原作三部曲龐大劇情都為大家完美復刻 和困於幽界的《冰離生死之謎》 以及夏侯儀為打開幽界大門而發生的事故等等 這些原作未解之謎也將在手遊當中為大家解謎 而戰鬥採用的是3D戰棋玩法 而遊戲的畫面真的非常好啊 在攻擊的時候會變得很像3D動作類型一樣 而不僅攻擊的時候非常流上 而角色人物的建模也是非常精緻 與一般的戰棋遊戲類型完全不同 而戰鬥還有分屬性相克之分 共有炎、冰、雷、光、暗、虎等六種 而在戰場上被攻擊克制的目標 更容易取得戰場優勢 而在優勢狀態狹攻擊 被克制的目標還會有額外的傷害 而在戰鬥演出中還會出發 追擊、連擊、仙弓、斬殺等多種特殊戰鬥 而在搭配上角色人物的天賦系統 對於遊戲的策略對戰 會更充滿了無限可能 而在音樂製作上 邀請了知名音樂製作人 重現原作三部級的 戰陣、神威、險惡等經典的BGM片段 讓玩家從視覺、聽覺、多方便感受到天地劫 這個奇幻的武俠世界 如果想要看手刷的人物介紹 要有陣型的人物搭配的話 或是超科技的300抽分享 都可以看右上角有連結 可歐先進傳說普隆德拉迷宮 是以可歐先進IP延伸設計的遊戲星座 在原作的世界觀最佳了迷宮的概念 希望能讓多數的玩家 以簡單的方式享受遊戲樂趣 玩家將在迷宮中收集伊米爾之水晶 踏上為了拯救世界展開勇者冒險之旅 在遊戲中大約五集的時候 就會開啟傳職系統 在遊戲中共有四種職業 供玩家選擇 劍士、法師、刺客、弓箭手 遊戲的玩法是直立式迷宮玩法 玩家可以在遊戲中 透過任務的方式達到一定的程度 就可以挑戰MVP怪物 也可以再繼續探索地圖 遊戲中主打分享系統 可以召集朋友一起展開冒險 當遇到強大的敵人師 也可以將隊友直接召喚到自己的身邊 一同作戰 同時通過島局的製作 並強化華麗的時裝與裝備 還有交換所系統 可以來獲取更多的組合裝備 另外更有獨創的探索迷宮副本 在迷宮中 玩家需要躲避BOSS的追擊 並且要獲取相對應的水晶 在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才可以對BOSS展開攻擊 算是一個蠻有趣的玩法 《真三國無雙霸》 是由光榮整版授權 騰訊遊戲發行 《真三國無雙》系列的手機遊戲 遊戲還原了家用主機的操作方式 復刻威力強大的無雙RUN5技能 讓玩家親身體驗獨闖殺場 力敵萬人的臨場快感 在遊戲中 玩家將以第三人測試演 與歷史上的人物一同征戰天下 戰鬥採用式3D動作類型 完美還原了家用主機玩法 攻擊的部分有分為 輕攻擊以及重攻擊 可以使出不同的攻擊順序 也會有不同的攻擊型態 也可以通過輕攻擊加重攻擊 可以將敵人擊飛 當然也有更多的搭配玩法 當然我們期待的無雙技能也一定有囉 可以透過攻擊敵人來收集怒氣值 最多可以收集3個 當然也可以使出超級華麗的 無雙大絕招技能 一口氣打爆周遭所有的敵人 與電腦版差不多 在遊戲中可以爬樓梯 在戰鬥中也需要觸及很多的機關 才能破解妖術 在後期等級上升之後 也可以開啟更多的連擊玩法 而目前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遊戲劇情加上了選擇的方向 玩家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決定 或許也能夠改變歷史也不一定 在城鎮中加入了很多 酒訪或是練兵場等等 解鎖越多的店家 就可以使用更多的道具來幫助自己 不過在城鎮裡使用的是3D畫面 玩起來真的還蠻過癮的 最後遊戲中還有一個超特別的地方 就是合體技攻擊 最多竟然可以三個人合體一起進攻 真的是超級浮誇的 《鬼要練神功》是一款水木風 輕鬆闖蕩江湖的手機遊戲 故事背景大約在宋朝年間 武林第一奇書天璣圖再現江湖 傳聞中只要洗得奇數裡面所有武功 必將能天下無敵 曾經已久的魔教幾億門 更是趁機在此破換江湖 為了武林江湖的安危 你將集結瑕士之翼一同對抗魔教 遊戲中你可以自由設計 外觀、頭髮、眼睛、鬍子、領部特色 可以打造出專屬於自己的角色人物 遊戲的戰鬥方式非常輕鬆 是自動戰鬥的玩法 角色人物會自動攻擊你所指定的敵人 而在經過你學了不同的武學技能之後 在使用攻擊的畫面也會有所不同 當然後面也會有武俠絕學還有神功 在學習到之後也可以在戰鬥中手動釋放 真的是超級強的啦! 遊戲中共有六大門派 包括少林、武當、兒媒、蓋邦、和歡、名教 每個門派武學都有自己的特色以及獨創秘籍 除了武俠學習之外 更有的天賦系統玩法 玩家在遊戲內所有的精力 都會影響角色的天賦走向 不同的天賦走向更影響著武學的發揮 因此玩家可以按照自身的喜好塑造人物 而後期還有神兵以及時裝 在裝扮自己的同時 還能讓自己的能力更上一層囉! 而作為一款優質的武俠遊戲 當然也要有紅顏相伴才可以囉! 再通過主線劇情之後 就會開啟紅顏系統 透過培養感情後得到的好感度 就可以以心儀的紅顏一同邀約 觸發不同事件 更可以看到紅顏的相關特寫畫面囉! 改編至手機遊戲的電視動畫的《少女前線》 正式宣布將於2022年全球同步開播啦! 而官方同時公開了第一支預告宣傳影片 以槍械擬人為主題的《少女前線》 以第三次世界大善後的世界作為舞台 在遊戲中 玩家將扮演指揮官的角色 引領槍梁們稱為戰術人形 將他們與鐵血人形對抗 以此維護世界的秩序 光明與黑暗系列過去一直是 SEGA 上所發行的代表作品之一 最近HIRE 公司與SEGA 簽訂合約 先獲得使用光明與黑暗這個IP 來開發遊戲的權利 HIRE 曾經是開發過 王之逆襲的遊戲開發商 作為手機遊戲重生的光與黑暗星座 光與黑暗 光與暗的英雄 遊戲包含會有系列作 獨有的世界關於故事劇情 同時兼具擁有迷人個性的眾多角色們 而目標是在行動裝置上 實現RPG 特有的戰略樂趣 大開放世界 手機遊戲 又有一部我個人還蠻值得推薦的遊戲星座啦! 金河是一款非常精彩的 二次元蒸汽龐克風冒險遊戲 是由VGAMS 推出的大開放世界玩法 在這邊充滿魔法與科技的陪伴下 玩家將通過各種任務 滿滿了解責片世界 利用虛幻式隱形所製作 各種技能特效以及打鬥都非常仿真 加上非常高級的光效合影等技術 讓整個戰鬥場面更加貼近於現實 完成了超優質的冒險遊戲樂趣 而如果還有更新的遊戲資訊的話 我一定會再趕快通知大家 而在下禮拜又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純白致敬宣布 雙IP正版授權RPG 鬥羅大陸5 3D 魂師對決 確定會在8月19號正式上市 而目前遊戲預先人數 已經補過了50萬人啦! 遊戲還原了小說的設定 打造一個相當遼闊的世界 玩家將跟隨唐三一起重走鬥羅之路 從唐三、小五在諾丁學院初次見面 史萊克七怪對戰太堂巨人 甚至於動畫未播出的片段 玩家也可以在劇情副本中搶先體驗 而研發團隊辛苦專員與製作的高品質 沉浸式十足的場景 透過多次的細緻處理 希望能夠帶給玩家更好的遊戲體驗 新世代三國手機遊戲 新三國 預計會在8月17號正式上市 遊戲是一款融會了 歷史與架空幻想世界的 日式和風三國RG 以可愛爆棚元氣滿滿的姿態 橫空出世 而玩家將扮演來自另外一個 異世界的新史大人 共同拯救世界於危機存亡之中 透過精美出眾的日系例會 細緻完善的遊戲體驗 希望能夠帶給玩家各種愉快的遊戲體驗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拜託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怪小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